大连足球史上今天 2004年西利亚克准决杀 加冉红 大连时的2比1北京国安 2004年6月27日 中朝元年第八轮比赛中 大连时的坐镇大连世人 一名体育场迎战老对手 北京国安 2004年的已经拥有 从大连万大处 继承过来的强大阵容的 大连时得风波不断 首轮0比4惨败 辽祖后主帅和萨布辞而别 郝海东以代理主帅身份 带队出战 前期轮三胜两平二负 表现不尽如人意 郝海东也听到了 主场球迷的下课声 本场比赛中 已经上平三场的郝海东 神仙十足 但上出战 日系立亚科组成风险 大连的首发阵容中 有六位球员才23岁 北京现代北京国安阵容 也不容小觑 其中有延江场和隋东亮 两位大连级球员 大连时的首发和替补出场球员名单 二十三万奇 十二王手 第七十分钟 四 嘉远鹏 五张耀坤 十六记名义 三 安迪尔森 六 地名 十四胡赵军 二十六张亚林 十一元松 第六十七分钟 二十一李瑶 九 郝海东 十八西域亚科北京现代首发阵容 二十二条件 三 张帅 十三十云龙 十八陆江 六 隋东亮 十二岁 十五桃北 二十阳号 三十五阿莱可萨 三 科内赛 三十二 岩香创比赛打得异常激烈 上半场开始后客场作战的北京现代首先发动攻势 随后大连时得开始强势反击 连续威胁客 对球门 但当直主才穿国强 将郝海东和西利亚克的两个好球吹掉 第二十二分钟 大连时得还是首先打破场上僵局 胡昭君又露传中 郝海东抢在摇剑身前 一个高难度的愉悦冲顶先球顶入网络 大连时得主场一比零领先 逼分落后的北京国安一度限歇半平比分 但大连时得迅速压制住了对手攻势 第三十九分钟 崔薇再次背后踢倒西里亚克 两黄变异红被拔下场 下班场北京现代换上高雷雷加强进攻 第五十九分钟 刚刚被换上场一分钟的耶利奇接队友 左路船中投锤攻门入左下角 将比分班为一比一平 第六十六分钟 战彦鹏打入一球 陈国强第三次派拔进球无效 全场响起正耳玉龙的黑哨声 之后大连时得大局进攻 第八十九分钟 门前的西里亚克阶队友底线挑传高高 跃起投球攻门得手 上演准绝杀 大连时得2比1再次领先 但在全场不是即将结束时 提起火爆的西里亚克 直到本场比赛第二章 黄牌被罚下 熟场获胜的大连时得 为猎身振平阿和上海喧花之后 排名中潮积分榜第三 期待